好 專注但您關心國民黨立委羅志強稍早在臉書發文 透露收到了炸彈恐嚇訊息 可以看到這名網友用英文傳訊息給羅志強 揚言要炸院長韓國瑜 韓國瑜的家人 以及羅志強還有整個立法院 而羅志強也趕緊來向中正一分局來報案 但你聽到他的最新說明 因為訊息很重大 所以第一時間我們就立刻來轉報警方 同時我這邊也希望我們所有的立法院的同仁們也要小心注意 反案目前與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初步查證 行人網路IP位置設於境外 可以聽到羅志強表示這種暴力的恐嚇 應該要受到嚴厲譴責 因此已經交由相關的單位 儘速查明來處置 那也向警方報案 希望立法院的同仁也要注意自身安全